许家印的落马揭开了恒大集团很多显为人质的内幕 其中恒大深圳总部这座挂着恒大巨型招牌的顶级写字楼 也成为了人们目光所及的焦点 如今随着许家印跌落神坛 恒大总部大楼也人去楼空 甚至公司的logo也被拆除 这时候人们惊奇地发现 这座大楼并不是恒大的资产 它背后的真正主人是香港富豪李华 李华是卓越集团的所有者 他个人的财富高达650亿元 成为深圳地产界的隐形大楼 对于恒大集团 我们一点也不陌生 当初的恒大集团作为国内龙头房企名声显赫 财力雄厚 但让人费解的是 恒大集团的总部大楼竟然是租来的 这也不太符合许老板过去财大气粗的形式风格吧 这还得追溯到2015年 当初恒大集团在深圳没有自己的办公大楼 对于许家印来说 他需要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实力 以便维持资金链的稳定 并让人们放心地借钱给恒大 于是他看中了卓越后海金融中心 这座大厦在深圳的地理位置优越 设计独特 气势壮观 是深圳市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于是恒大租用了十层 2017年恒大作为中国第一大房企 许家印当时风光无限 野心勃勃 为了进一步扩大商业版图 总部从广州搬到深圳 于是又增租至20层 在上面还有许家印的办公室 分别位于41层和42层 这不仅是许家印的办公室 也是他吃喝玩乐宴请宾客的地方 特别是传说中的第42层就更加神秘 如果不是许家印被抓 深藏在里面的秘密至今也不为人知 这里恒大的员工是不允许进来的 除了被许家印特邀的嘉宾外 还有就是恒大歌舞团的后宫嘉丽 可以自由出入 鼎盛时期恒大歌舞团的小姐姐 就有200人之多 据网友爆料 这些妙龄女郎各个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出来的 不仅美若天仙 体态轻盈 而且还必须出自名校 他们中的很多人 恒大集团不仅可以为许家印调剂心情 而且更是他的公关戾气 如此隐蔽之所 到底藏着多少显为人知的秘密 坊间传闻 许家印的妻子 曾上去过一次这个神秘的24楼 看到的场景让他大惊失色 一句话也不说 全程都是黑着脸 他看到了什么 相信不用说大家也能猜得到 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验宾客 眼见他楼塌了 随着许家印的爆雷 这里曾经的繁华也就此终结 前不久 这座大楼上 恒大集团四个字被拆除了 取而代之的是卓越集团四个大字 这座大楼真正的主人 卓越集团的老板李华 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不知内情的人们不禁要问 李华是谁 怎么以前没听说过 他和许家印有什么关系呢 李华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 今年57岁 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 因成绩优异毕业后 被分配到深圳市团委工作 在别人看来这工作 可是一个香菠菠 虔诚似锦 生活无忧 但是对于23岁的李华来说 这日子过得太乏味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 深圳的变化让李华坐不住了 他不愿就这么平庸下去 想干一番大事业 于是决定停薪留职下海经商 1989年 初出茅庐 设施未深的李华上来就翻了车 没赚到钱 还欠下了债 俗话说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机会来了 当时海南房地产迅速崛起 在朋友的帮助下 李华在那里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后来他来到香港 又大大的赚了一笔 1996年 李华回到深圳 创立了卓越实业有限公司 他完成的第一个住宅项目 就荣获了影响中国三十大社区等多个奖项 自此他声名大噪 第一个住宅项目已经开盘 就被封抢一空 此后 李华以此为蓝本 在长沙 武汉 青岛等多个城市 全力打造蔚蓝系列项目 自此奠定了卓越集团的经营格局 李华不愧为一届商业奇才 在住宅项目挣到钱后 他敏锐地意识到 由于国内的经济迅猛发展 未来商业项目利润空间会更大 于是2004年 他开始向商务领域进军 投资了多栋写字楼和商场 从深圳扩张到全国14个城市 商务地产销售额一路飙升 2012年首次突破百亿 此后李华的身价 也随着卓越集团的大火全盛也不断上涨 当时 恒大 碧桂园 荣创等公司借着上市的机会 不仅仅在一二线城市扩张 甚至疯狂进入了四五线城市 李华却一直稳扎稳打 他并没有选择上市 而是守住了自己的钱袋子 当时恒大已经在香港上市 受到了一些名造一时的大亨的支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圈子的实力却在不断下降 于是 许家印开始开拓新的圈子 其中就包括地产大佬李华 两人平时相约打打高尔夫球 吃吃饭 但李华非常聪明 他有自己的底线 始终没有参与投资恒大 而是一直坚持自己的策略 稳扎稳打 他除了向恒大租赁写字楼外 并没有投资恒大的任何项目 即便恒大陨落了 卓越集团的损失 也不过是失去了一位租客 与许家印一样 同样都是地产大佬 而结局却有着天壤之别 一路走来 历史进一步证明李华的选择是明智的 如今 随着国内上市房企的纷纷爆雷 而卓越集团却屹立不倒 独善其身 不得不令人铠叹李华的机制度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